小手指, 工作室, 剪路創意 我就行 家裡的小朋友 你們也可以掃一下這個QR Code 下載工作室和預備好材料 一起跟我們玩吧 看看這次要預備的材料 主要包括這些 Handsome 大家好… 不知道各位小朋友有沒有見過企鵝? Hello, 我身邊有Samuel Samuel, 不如先介紹一下自己吧 我記得五號林 Samuel, 我是11歲 是的, 你有沒有見過企鵝? 有, 在動物園 那時候你是跟誰一起看企鵝? 跟我的家人和朋友 非常好, 還有這邊就是Joe Hello Hello, 我的名字是吳希林 和我的英文名字是Joe 我見過企鵝, 跟我家庭一起 你第一次見企鵝的時候 是多少歲, 記得嗎? 好像五歲 是的, 當時他是五歲 因為我是他爸爸 所以帶著他們一起去看企鵝 好, 今天不如我們一起做一個 叫做恆酒寺杯企鵝, 好嗎? 好… 桌上有三張顏色紙 首先我先用黑色這張 對, 企鵝好像有一雙翅 沒錯, 我們先畫一雙翅 對 對 這雙翅你可以自己想想有多大雙翅 對, 你們看企鵝那雙翅 應該有一個比例的 對, 又或者你自己想創意一點 對 要割兩隻 對, 有兩隻翅翅 這個要跟一樣的, 一樣的 對 要剪出來 好, 然後就可以剪出來 對, 大家記得用剪刀的時候 可以交給大朋友、爸爸、媽媽 或者哥哥、姐姐幫忙也可以 好 這雙翅翅很大 好 這個翅翅很大 對 你們看企鵝的時候 天氣是否冷? 很冷 當人家是否要穿很多衣服去看企鵝 對 但你們知道企鵝有個很有趣的保暖方法嗎 你們看企鵝時一般都會怎樣 一群一群一群 一群一群一群 他們會堆在一起, 很可愛 對… 這個時候我剪好了堆液 然後把它黏在我的紙杯上 這裡有一點屈曲 這裡也是, 將它摺一摺 對, 量一下櫃子 我用雙面膠紙 好, 這是它的翅翅 然後還有這邊 好, 你覺得企鵝呢? 對, 像我們平時人時穿什麼裝束 Kiko 黑白 黑白色 黑白色 像不像穿著一套西裝 或者像不像穿著一套紳士服 像 對, 像 Kiko很多時候給人這種感覺 都是這樣, 很有趣 而且穿著一套紳士服 好, 這個時間可以用雙面膠紙 或者用漿壺筆也可以 把這對翅膀黏在紙杯旁邊 你要量一下位置 左右兩邊, 對 貼在哪裡? 翅膀應該貼在哪裡? 很大 很大 好, 你貼這樣 你們喜歡看見企鵝嗎? 喜歡 對 喜歡看見它, 會不會很想經常看見它? 想 想的, 好 你們家裡有沒有企鵝的娃娃? 你們這麼喜歡企鵝嗎? 有… 有嗎?真的有嗎? 好, 經理了它對翅膀 這時候我會用白色的紙 你們會發現到一張白色的紙 白色的紙就是它的肚子 你看見企鵝的肚子 好像一個拱門形 握到闊度, 先畫肚子 千萬不要畫得太大 不然你就不能黏上去 我們畫一個像拱門一樣 這樣, 然後用剪刀剪出來 用剪刀的時候 當然, 爸爸媽媽, 大哥哥大姐姐 就可以幫忙了 白色就是企鵝的肚子 我記得那時候和你們一起 去一個叫企鵝島的地方 那裡真的很冷 你知道這些企鵝是哪裡來的嗎? 在南極 南極 其實企鵝他們當時要回家了 所以他們會走到沙灘上 看著一群一群的企鵝, 又回來了 好… 好, 將他們用雙軟膠紙黏住 黏上去 好, 肚子就準備好了 你第一次看到企鵝的時候 你覺得他們怎樣? 是不是很有趣? 對, 很有趣 他們冷的時候會揉在一起 好, 你們幫企鵝是否做到肚子了? 我已經… 沒錯 對, 接著要做他的嘴, 還有他的腳 我會用橙色的紙 嘴是長一點的三角形 而雙腳呢? 好, 接著要用剪刀 先把嘴巴剪出來 然後會把腳剪出來 用剪刀也是, 父母一定要記得幫忙 好, 接著要把嘴巴剪出來 我會想到, 究竟企鵝吃什麼呢? 魚… 吃魚 海洋生物 你是企鵝爸爸 你會不會做些東西給企鵝吃? 煎的魚 麻油… 你會不會做些東西給爸爸吃? 會, 煎蛋 煎蛋, 好 好, 接著我會將它塗上去 對, 首先我會先把嘴巴塗上去 就到他的雙腳了 我再反過來, 用膠紙 將它塗在這個位置 還有這個也是 把雙腳塗出來 我看到你們的嘴巴和雙腳 應該都剪出來 是 好, 嘴巴找適當的位置 就是塗在他的肚子上 接著雙腳將會塗在杯子裡 但卻塗在腳趾上去 對, 我們可以用 將壺筆或膠紙 將它塗上去都可以 好 好, 還缺什麼呢? 當然是缺一雙眼睛 我就會塗上活動眼睛 整隻企鵝就出來了 你會發覺塗上眼睛之後 整隻企鵝已經出來了 我覺得它有點像貓頭鷹 真的嗎? 對, 有點像 接著我還要找幫忙 還有另一隻紙杯 還有電芯和橡筋 找一塊用過的電芯 把橡筋放在這裡 然後用膠紙黏緊它 兩個人方便很多 可以繞得到 揉著 要黏多一點膠紙 因為待會有機會有不同的拉力 做到這個效果 接著我們就要安排 在這個位置修剪一下兩邊 杯的旁邊的位置 我們做一個握位 因為待會我們將要套杖筋上去 小力, 小心, 剪一剪杯邊就可以了 對了 握一握它, 對 接著我會將這個杯套進去 造成兩層 將有企鵝蓋著它 接著反過來 因為我要將這個電芯套進去裡面 好, 這個位置 先扣著它 不要緊 最重要是不要緊張一點 因為待會再扯上橡筋的時候 就會很大的拉力 好, 另一邊也是這樣做 好, 接著試試看我的企鵝 可不可以向前走 我們就在這裡打轉 好, 準備了 你要多轉一點? 不要瞞著 但不要弄斷它 行了嗎? 這樣嗎? 試試看 對 好 好 大約二十個血 好, 你試試看 放好杯子 好 放好杯子 先按上去 好 一二三 走了三步 我看到大家站在我 都很跳脫, 很開心 不如這樣吧,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我們到手工百寶櫃裡 拿多點材料, 將它分析一下 好嗎? 好… 大家去到手工百寶櫃裡 拿多點材料 分析一下你的行酒紙杯企鵝 今集我們特別找了很多很漂亮的 勇毛條、采麗皮貼紙 彩色雪條棍等等 小朋友, 盡情發揮你們的創意 我看到大家已經拿了很多材料 不如這樣吧 Samuel, 跟我們介紹一下 拿了什麼 我們有毛毛、貼紙、有毛條 粒粒、豬仔、粥紙、紙托 真的有很多材料 這個時間交給你阿Joe 跟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有貼紙、毛毛球、豬豬 還有一些很軟的毛毛 很軟的毛毛, 即是棉花 我看到大家都拿了棉花 很期待, 不如這樣吧 Samuel, 我馬上來看看你怎樣做 好, 先看看 一開始你會怎樣做 我會 紙托, 是 我會 做什麼呢?紙托 我在想做一把傘 做什麼傘? 我可以用一把傘來擋雨嗎? 擋太陽嗎? 擋太陽 擋太陽 擋太陽, 好… 不要曬洞 不要曬洞, 好… 不要曬傷皮膚 非常好 防曬就可以了 把傘要拿著, 還是放在哪裡? 自己拿著 自己拿著很可愛 夾著 對, 可以夾著 還有把傘還會做什麼呢? 把傘很特別, 放在紙托 雪, 棉花做雪在地上 還有冰 冰雪? 對 這些是冰 這個就只是冰? 對, 我會做成碎的, 紙托 就是要粉飾一下你的底紙 是的 好, 可能要用雙面膠紙塗一下 對 一邊有少許棉花 另外一邊有少許棉花 現在是兩個角粒頭 雪, 你想怎樣做? 要不要剪? 這樣剪一剪, 對吧? 這裡要剪一剪 這裡再剪一剪 好 好 然後就做一塊塊 一塊塊 就這樣 要做多少塊? 可能鋪滿它嗎? 對, 鋪滿它 好, 要剪很多 很快 對, 我先幫忙 好, 去這裡 好, 看到很多皺紙和海綿 都挺漂亮, 這樣組成了 對 到時候是否想放成背板 還是放上去? 放上去走 放上去走, 好 好, 現在還有小豬 還有一些貼紙 貼紙, 我覺得圓圈, 正方形那些 就像在旁邊那些 就像食物或食物 好, 海洋生物或食物? 對, 海洋生物 好, 很好 你會不會做些東西給家人吃? 會 你會做些什麼最多? 我平時有時候做班戟 對, 我也吃過也挺好吃的 還有豬豬和毛毛球 你想怎樣處理? 好, 豬豬就像食物 給我吃的, 給這隻豬豬吃 放冰上面, 一堆 好…你想一堆還是穿上去? 好, 穿上去 穿上去, 你嘗嘗, 看能否穿上去 穿上去 穿上去, 可以拎一拎 穿上去, 讓毛毛條可以讓中間有空間 對, 像頸鏈一樣 對, 像頸鏈 你做得很漂亮 對… 是否有遺傳? 對… 對 我有天分 這是遺傳媽媽, 對嗎? 然後爸爸 對嗎?原來你爸爸也有藝術天分 對 很好 很好, 很漂亮 你那個是我的企鵝 對 如果去過動物園和爸爸 你還想爸爸帶你去哪裡玩? 看電影 看電影 喜歡看什麼? 看鏡片 喜歡看鏡片, 好…絕對沒問題 很漂亮 在蛤娃伊 太好了 如果你長大後 你想帶爸爸去哪裡玩? 蛤娃伊 去蛤娃伊 那裡會曬得很黑嗎? 會, 帶把傘去 因為你很黑 帶把傘去 帶把傘去 我遮到什麼? 遮到手指 好… 我去看看Jo了 好 你好, Jo 你好… 我看見你拿了很多素材 有毛毛球, 還有很多雪條棍 你想怎樣做? 遮瑕 是 毛球 上去頭上 好像帶了材色的假髮 我幫你貼雙面 你想做這樣的假髮嗎? 不用嗎? 不用 你覺得你現在這個髮型是最好的嗎? 可以了… 這隻企蛤你會帶它去哪裡? 帶它去溜冰 對, 學習練習溜冰的時候 前面有隻企蛤 所以你覺得它可以幫忙 好, 好了 好色彩繽紛 好像個小丑奇蛤 我覺得雪糕表面放得很像吃的朱古力粒粒 對嗎? 好 好, 我繼續粉飾一下奇蛤 你剛才說想它滑雪 流冰?滑雪? 流冰, 是 好, 這個就是雪糕了 對 好, 不如你粉飾一下這張紙 放一些毛毛在旁邊, 像冰一樣 這張紙就是海 這張紙是一個海面 是一個大海, 上面有些浮在那裡的冰 你想要哪個位置 我們要連雙面膠紙在那個位置 我連上去, 你就幫我拔, 好嗎? 好 好 Joe, 今天是你和爸爸第一次做手工嗎? 是 是, 好像第二次了 真的嗎?你可不開心嗎? 開心 我多幫你做手工, 好嗎? 好 下次你教我做手工嗎? 考慮一下 可以了, 可以嗎? 可以 你會教我做什麼手工嗎? 待會兒給我一個企鵝進去 我跟這個企鵝有關 待會兒給我一個企鵝 盈月姐姐, 你想怎樣? 把它降落 好, 成功降落… 好, 別動它就可以了 還有其他生物或其他東西放進去嗎? 放這個… 這個會怎樣? 拿著 拿著 因為那個是雪梟, 有一個雪棍 對, 就可以這樣 然後另一個, 然後就放… 放一些波波 放一些波波上去 即是你想把波波黏在這個棍上 你還喜歡什麼動物? 跑吧 跑? 跑得很快的, 跑 是, 因為你很喜歡很快, 對吧 你平時跟爸爸最喜歡做什麼? 玩什麼? 外出打籃球 外出打籃球 對, 因為Joe也很喜歡打籃球 對 而且他打籃球也很厲害, 對吧 厲害 比爸爸更厲害 你想貼在哪個位置? 在這裡, 好 Joe, 如果讓你選擇 你想有多少隻企鵝 100隻 100隻, 你真的很喜歡棍鵝 我想問, 要100隻, 這麼多做什麼? 跟他們玩 100隻有很久玩的 而且還可以…現在冬天 你可以跟棍鵝一起出去, 很暖 很成功, 我看到有很多毛毛球 對, 很七彩奮分的棍鵝 兩球 這是一個雪糕球嗎? 對 對 甜筒嗎? 對 很特別 這隻蟹蟹很開心 好, 大家看到了 我們的棍鵝色彩很繽紛 不如這樣, Samuel 跟我們介紹一下你的棍鵝吧 這個作品叫什麼名字? 叫Hawaii冰島 為什麼叫Hawaii冰島? 因為它很像Hawaii 但在冰上面 你有沒有幫這隻棍鵝改名字? 有, 叫雪糕 為什麼叫雪糕? 因為她很喜歡吃雪糕 所以這裡有雪糕在這裡 對 因為它是Hawaii, 所以拿著白嶺 這裡是白嶺 對 原來如此, 喜歡吃雪糕叫雪糕 我不是應該叫你做雪條嗎? 因為你很喜歡吃雪條 好, 接著就到Jo了 你好, Jo, 讓你介紹一下 麻煩你 她的名字叫貓頭鵝 為什麼叫貓頭鵝這麼搞笑? 對, 像一隻貓頭鵝 而貓頭鵝加上企鵝就叫貓頭鵝 對 我看它這裡拿著兩枝東西 是什麼? 這個雪條, 這個是雪, 用來丟 用來丟的 這是它跟人玩, 扔雪頭 對 我看這裡好像寫了你自己的名字 對 下面這兩個呢? 這兩個是滑雪的 滑雪用的 小孩真豐富 有這麼多貓頭, 我也出現了 很開心 家裡的小孩 相信你們也很想知道 下一集的小手指工作室做什麼 家裡的爸爸媽媽 快點掃描這個QR Code 下載的工作紙和預備材料 我們約定你 下次一邊看電視 一邊做不同的小手工 下次的小手指工作室 再和大家見面 再見… YEAH